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某本师是迦摩妮婆 胡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止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我们翻到这个三论悬议 第十页 第十页 对 我们首先是破 破外道说了 现在破这个 我们说这个外道有个无因有果 对不对 那相当于我们 中国那个 汉地的思想 老庄 庄子 庄子强调自然 是强调那个有果 那外道呢强调那个无因 那迦航大师认为他是一回事 那种没有因缘 没有有结果的 然后这个是一种 上一周也讲到这个无因无果 那无因无果最糟糕 为什么呢 因为道德呢就失去了准则 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行善 是因为他有可爱的果报 为什么不能造恶呢 因为就算这一辈子能够逃掉 就是我们一般会觉得逃掉 但是下辈子呢 乃是往后啊 他都会 这个业力都会早上 就是 会仇报给你一个恶果 那如果 我们相信这个无因无果的话 那就道德失去准则 那接下来我们 我们这一段呢 讲的是跟 老庄啊 有人说这个老庄跟佛教 因为老庄主张无为 佛教主张信宏 他认为是一回事 那的确我们在这个现代 我们说人很佛系 对不对 说前 前几年是新冠病毒肆虐全球 对不对 那各位不知道在新闻有听到一个词 叫做这个佛系抗议 对不对 就是在 对抗这个疫情啊 是用佛系的态度 那什么叫佛系呢 就什么都不做 这样 自然就会好 那什么时候佛系 变成跟无为啊 或者是说 无因有果 或是乃是无因无果 这种论调等同在一起 显然就是 这个中道实相 已经被混淆了 那我们上一段就是介绍这个道家 他的无为思想 讲无 强调这个无 不是跟空一样吗 那吉障就说 这个无啊 跟这个 佛教说的空 那是 虽然都是好像同样的意思的字 对不对 无跟空差异有多少呢 但是事实上他的差异是天壤地别 比如说我们最常用印度的四句来看 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对不对 那个道家他就是在第二句中 我们说什么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说一切法 一切法 世间一切的这个事物 一切的东西 是有的 就是实存的 是实在的 这个是有 无呢 一切都是不实在 都是无的 这是一句 或者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这是我们探讨世间的存有 是有这四句的结论 那很显然这个道家 他说无嘛 就看重世间是无 当然他的无可能 我们看这个汉帝的注解 这个注解这个老子的有很多名家 这个无看起来你也可以解释成 亦有亦无或是非有非无 乃至无 他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明明淼淼 其中有今 其中有物 就是讲的世界之源 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 我们说太一生水 那到底这个世界之源是什么呢 我们说无啊 指的是一个不可名言的 一个淼淼明明很玄妙的 不可用世间的概念去全显 那道家也有差不多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在早期啊 有一个叫做隔裔佛教 隔裔佛教就常常用老庄的语言 去解释佛教的孔 那事实上这种 这种隔裔是非常短的时期 而且是不是说佛教徒搞不清楚他的意思 而是出传到汉帝啊 我们对于 对于这些思想并不熟悉的人 可以借用道家的某些概念 作为一个踏脚石 那最后还是要引领他们能够 取入中道的实相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这个无呢 不管你怎么说 他都在四句之内 但是中道实相呢 却是离四句绝百飞 所以说他是高下立判 是吧 这个是吉障大师的意见 那我们这个 第十页的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行 这边是和人 前面责罚 后面这个和 审和这个人啊 传道的人啊 我们看这一段 他和什么人啊 问同仁者之五情啊 义人者之神明 这个第二道问答就是 讲这个外人就问啊 他说同仁就是和人一样 有相同的五情 就五种感官啊 义人者之神明啊 那人我们的感官 大部分都一样啊 眼耳鼻色深 对不对 那不同的是 每个人的神明啊 义人者神明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事啊 这种智慧啊 那鸡围注食啊 就是 讲的是这个老丹啊 就是老子 他 他是一个注食啊 就是一个 记 记载 记载这个当朝历史的一个官吏 那我们说什么叫注食呢 是因为他在宫殿哦 在皇帝的身边啊 这个 宫殿都有很多的柱子嘛 他就是 待在皇帝的身边 就 站在这个 房柱的旁边啊 就是 跟随着皇帝 要记载这个国家的这个 就皇帝的历史啊 皇帝的起居跟他的形式 对不对 那他的一些作为 就是国家的作为嘛 所以他就是记载这些史的 这个是老子的出生啊 那他说 本食天尊 巨食而谈 其之以贯 他说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是一个注食啊 但是这只是表面 其实他本 他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天尊啊 是一个天人 我们讲这个道教 道教的宇宙观啊 我们说他是那种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 什么像三清啊 就是跟这个宇宙自然的大道呢 是一体的 我们也可以讲他是道成肉身 他是真理的代表 真理视线在人世间 虽然只是个注食 但实际上是个天尊 巨食而谈其之 这个一贯 就是我们刻实的来讲 这个天尊啊 他就跟大觉 都是一样 佛教讲觉悟 他就是觉悟的人 因为他就是真理的化现 我们讲这个佛陀 我们说他是如来 有人解释这个如来是 从 如大道而来 就是 道 这有点道成肉身的那种意思 他是真理 从真理而视线 那应该是一致的啊 就是这样解释 好像他跟佛就是一致的 那 达 这个汉书啊 就是 我们不能听这个 这个就有点道教话 说他是天尊啊 那个是 道教 道教跟道家还不太一样 我们说道家 他就是一个 隐士的哲学 隐士不需要哲学 但是他们是隐士的哲学家 就是把隐 隐退隐盾 这种作风啊 我们说逃离现世 这种隐士的作风给理论化 就是说为什么隐士他们在隐什么呢 他内心追求什么呢 你必须理论说明嘛 那 这个不说的就是真正的隐士 但是他们是隐士的哲学家 就要说些什么 这个是道家 对不对 那道教不一样 道教把这个道家说的这个大道 好像拟人化给神化 你说这个三清啊 他本来就是一种宇宙的原则 是大道 但是在道教的信仰 这些都是神奇啊 大家都听过这个无声劳母 对不对 那意思是什么呢 无声而声啊 这个无啊 这个我们这个讲过 这个无啊 不是什么都没有 无只是说他不能够用明 明去匡限 这个无能生有啊 这个有呢是世界 对不对 世界的万物 世界的万物或是万法 万法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万法称为有 那么我们就给这个万有之源啊 给他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要跟有区分啊 所以就给他一个无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万物所重生啊 万物所重生 就万物之音 他必定没有万有的特征 知道吗 所以我们怎么想像这个无呢 就是以我们所知的有之外的那个东西 无可名状所以称之为无嘛 那事实上他还是一种有 一种神秘的有 所以这个老子说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因为他是明所不能到达的地方 那听起来是有点像佛教 但是我讲的 跟中道是不一样 因为 这还是在试句当中 是吧 那我们说无生老母就是这个意思嘛 从无生有 所以这个无呢 这个是无生 他就是一切万法的因 所以 他等于就是万有的母亲 说穿的这个也是一个哲学的一种 哲学所描述的一种形上 一种形上的存有 一种形上的存有 对不对 那说他无生老母就是把他拟人化 那你说老子呢 是成大 就是他们的大道的体现 那就是道教才会这么讲 但是是这样吗 就是我们看这个汉书 就是 吉障大师就用汉书来解释 汉书说 汉书说这个老子的出身 那汉书一贤品类 以柏阳为贤 何焰王碧称老未及胜 就是我们看这个汉书啊 汉书提到一些 一些注释家 老子的注释家 他们都说这个老子是贤人 像这个何焰王碧 他们都有注解这个老子 那他们都说老子不是圣人 那前汉书呢说 孔子是上上流是圣 老子是上流的贤啊 当然这个前汉书他 前汉书呢 这个是受儒家的 我们说这个汉武帝之后就独尊儒術嘛 所以这个汉书会把孔子称为圣 那老子只是为贤啊 那就是说 为什么这边说他不及圣呢 就是举这些前人的著作 就是这些史书还有注解上说的 他们都说老子还不是圣人 摄令孔是如同老为家设 虽同圣迹不同 就是说摄令孔是如同老为家设 孔子是如同 然后老子是家设 这个就是把汉帝呢 有人把汉帝的圣人 比作这个西方的圣人 觉得他们都是一样 这个 这个是破邪论里面 他引这个清净法行经说的话 他说这个意思就是佛呢 就是佛 那个印度的释迦牟尼佛 他有三个弟子 在我们汉帝 就正当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中国 展开教化 然后如同菩萨 这个就是孔子 这个我们知道 我们汉帝有个老子化胡经 因为史记得这么讲 他说老子最后骑着牛 往西方去 不知所终 那就后来在魏晋南北朝 就有人住了一个伟经 他说老子呢 说是西去 出了这个同观以后 不知所终 那其实是到印度去 那到印度人称之为 释迦牟尼佛 这个就是 这个 看起来就很假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这个破邪论里面 提的这个 说是经 这个经也是有点问题 叫做清净法行经 这可能也是一部维经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如同菩萨 这个都是佛的弟子 到了汉帝以后叫孔子 这样 静光菩萨 到汉帝叫炎回 然后摩赫加色呢 他就是老子 这样 所以才会有这一句 说色令老为加色 孔为如同 所以 虽同圣姬 圣姬不同 好 就是就算是这样 他们只是前卫的 说是圣 那也是小圣 那最圆满的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 所以他说 若圆印十方八相成道 人称大绝 法明出世 小力 即生 人天 福善 大义 即有三秤 圣贤 就是 这些小圣 这些如果说 你说 如同菩萨就是孔子 然后这个老子呢 是加色尊 那这个都算小圣 释迦牟尼佛 才是真正的大圣 叫圆印十方 他是圆满教化 那个无处不片 就是十方 对不对 究竟大绝 是没有人比得过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比这些小圣 殊圣的地方 还有像八相成道 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 过去的佛传 现在我不知道 这个佛 佛寺应该还有 注重这个 我们说大的寺庙 他会有什么壁画 会有浮雕 那这一定都是这个 比如说像佛窟 佛教艺术里面 常常会表现 就是这八相成道 那大家知道是哪八相 好吗 第一个就是下帅 下生 都帅下生 下生是入胎 就是佛陀 我们说等觉菩萨 都是在这个都帅天的内愿 他下生的时候 这个摩耶夫人就梦见有大象 对不对 来到他的肚子里 这个是入胎 再来是住胎 降生 然后第五呢 是出家 第六是成道 第七是说法 第八是涅槃 这个叫八相成道 这个我们看这个最古早的壁画 在佛陀时代 是有这些画卷 这个画画是比文字 还要更容易传达他的意象 那各位我们在佛窟 最早的佛窟 就在这个中亚或是北印这个地方 我们还能找到一些遗迹吧 这个八相成道 我们说是希达多 对不对 前面讲到 成道说法涅槃 这个才叫佛陀 对不对 前面的人都有具体的形象 比如说他在降生出家 这个都有具体的形象 但是到了成道以后 就没有具体形象 就是我们用这个法轮 或者是佛的脚印 或是空旷的乌语 来代表佛陀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就是 在历史上 或是我们说经典上 佛陀呢 都不用身形来表达自己 要跟各位提一下 这也很有趣 那我们现在拜的佛像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是公元前 就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那个可能跟这个希腊吧 那边传来的这个艺术形式有关 就是我们说这个亚历山大 有这个军队有征服的北印嘛 就是古代的古代 现在可能就是那个巴基斯坦 阿富汗那一代吧 那就把这个希腊的艺术 我们看这个希腊有 有这些古物嘛 他的这个人物雕塑 有没有 非常的流行 非常的发达 那么也就在那个时候 佛陀就有了具体的形象 那为什么用空来表示法轮啊 用脚印来表示佛陀 那我认为这个就跟这个金刚经说的这个 意识是一样 就是若以阴生求我 以色求我 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这是什么才能表生如来的真身啊 那就是缘起信空 就是忠道 忠道这个才能表达佛的真身 好这个是八项成道 然后人称大绝法明出世 因为他有这个八项成道 所以这个成就正绝 这个世人都说他是大绝者 那他的法呢 是能够 我们说他教导的是第八正道 这个叫法 对不对 这个正法呢 是能够让你出世的 就是我们把世间一切生住坏灭的 都叫做世间 什么是出世间呢 就是能够无生嘛 就是能够不生不住不灭的 好这个是出世 能够领悟无生法 对不对 不生不住不住不灭 能够悟得这种无生法 这个叫出世 对不对 那当然这是最究竟啦 我们学习跟佛学习 就是为了能够习得这个 我们说与能够正入无生 出离三界 对不对 这是最大的目标 这个叫出世 那静的目标呢 就是得小利啊 就佛劝导我们 这个诸恶莫作重战奉行 这个就是小利啊 能够五戒十善 即得人天乐国 我们说这个五戒十善 是争议天人 这个在我们摩赫波 我有秘经说的 说有佛出世 为什么诸天欢喜啊 因为有佛出世 是争议天人的 就是我们这个天人的人口 会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有佛在世间 劝导修习五戒十善 那么每个人都能修五戒十善 将来死的时候就能升到天界 可见有佛在世 天界的人口就会增加 所以他们就很开心 这个是小利 五戒十善 就让我们得人天乐国 那大义呢 就是大的利益就是修学戒定会 那就有三秤的圣贤 所以说有三秤圣贤 如斯之流则为上基 就是有这种八项成道 有正法注释 能够让众生得小利 乃至这个究竟的大利 然后施设这个三秤的圣道 这样才叫做上基 才是圣中之圣 所以叫做圣基 对不对 自如孔称肃王说有名儒 老居住时 谈吾曰道 这个孔子呢 称自己叫做肃王 不是他不是自称 孔子是在汉平帝的时候 那么封他叫做王嘛 就是我们说这个古代的 跟君王一样的地位 所以这个 说他是王 其实他是无冕之王 因为他没有政权 没有朝仪 没有这个服侍朝仪 这些 他是无冕的 没有这个皇冠的 这样的王 所以叫做肃王 说有名儒 这个是跟道家做一个对比 孔子讲的是齐家治国乃至天下大同的道理 对不对 他这个设置这些 我们说提倡礼乐呢 其实礼乐就是典章制度 就是我们国家运行的一种 依靠礼来运行的一种政治制度 那这个包含的面很广嘛 就是从个人的修身 一直到平天下 对不对 有个世界大同的理想 所以他说的这些道理呢 我们可以说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 就是人伦之道 这是有 所以说他说有 讲这个礼教 对不对 这些礼 我们说这些典章制度 比如说这个官 官 这个官员 读书人都是要读书做官嘛 这些叫名气 对不对 这些名气 名不正则言不顺 对不对 你社会给予的身份 你要相应的责任 相应的权利跟相应的责任 那么尽自己的义务 尽自己的道的责任 那这个就是 撑得上这些公器赋予你的 我们说这些的地位 对不对 这些都是有 所以说说有名儒啊 那道家呢 崇尚的是清虚之道 就是我们要无为清虚 对不对 这个是谈无为道 所以这个 说有的是儒家 说无的是道家 便意即无人得胜 名利即止在世间 如此之类为次机 佛是上机 那这些叫次机 说这些跟大义得胜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他们对这个小利 就是说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 崇尚自然清虚 那么修养自己的品性 这个都是在人间 那这种利教 我们说他安利施舍的这些教义呢 就属于次等 他只能够让你在这一生 受到这个好处 对不对 但不能跟佛教相比 好 这个就是和人 这个就是和人 那下一段就是要说匹檀 我们看这个下一段 在十一页有看哲匹檀第二 一立宗二破斥 这个破血这一段就是到新的阶段叫破血 破血有四个 这一段是破血的第二段 前面破外道现在要破内道 这个是第二 先说匹檀 阿匹檀呢就是我们常熟悉的这个 就是小乘的论 阿匹檀首先我们看这个 阿匹檀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前面先立宗 有煞位门人续其宗 这个就是立宗 就是这个宗派阿匹檀是论的意思 那怎么跟学派是 怎么跟学派 为什么又是学派呢 那煞位门人 煞位就是薩伯多 也就是有部 有部的序里面 就在他们的著作的序里面就讲 阿匹檀者明无笔法 明无笔法 明无笔法 无漏会根 惠里格凡 奇功冠绝 故曰无比 阿匹檀就是无笔法 那为什么说他是无笔法呢 因为阿匹檀是以智慧为体 就是无漏会根 以智慧为体 是出世的无漏 出世的无漏圣会 他是无漏的 漏是烦恼的意思 就是没有烦恶 智慧 没有烦恼的智慧 那为什么说 以智慧为体 就是以这种无漏会为体 出世的无漏会 世间无可比拟 所以叫做无比法 那为什么世间不能比你呢 因为慧里格凡 因为我们凡夫不懂得这个圣慧 就是圣人最究竟的智慧 我们讲就是真如 就是圣意 对不对 圣人才能了达的 那这个无比法呢 是慧里 就是他能够引领你 去体证这个真如 圣意 那你就是脱胎成圣 脱凡成圣 所以叫格凡 就是你会了这个道理 弃会这种真理 那么你就跟凡夫就有区别了 对不对 奇功冠绝故约无比 执事执之外 月三戒之表 那说这个无比法 又有什么殊胜的呢 当然这个我们说真如圣意 在小乘说的就是慧 就是四帝啊 有部说的这个慧里格凡这个里啊 是圣意对不对 那什么是圣意 就是四帝之理 这个是智慧 那这个智慧被记载在阿比坛 就是论葬里面 好 那因为一切有部 我们说这个萨卫 就是一切有部的序 说称赞阿比坛是无比法 就是无比法 所以他很殊胜对不对 那这个无比法 因为这个有部啊 或是阿比坛 他是主张见四地得道的 见四地得道 说一切法是实有的 所以一切有部 或是阿比坛就被等号起来 知道吗 那这个阿比坛 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 那就翻译到这个汉地来 最开始是生且提婆他 他翻译的有这个八见度论 阿比坛八见度论 还有阿比坛心论 杂心论 还有这个那个匹婆沙论 那这个在康 这个可见这个匹坛 匹坛之学在魏晋南北朝 有我们说有 有一部分 一部分的人在红船 但是我们毕竟汉地是大乘的地方 渐渐的这个匹坛之学 就很少人去学 那在我们山论 也是在魏晋南北朝 他就常常提到这个 比如说内道 常常破斥的这些内道 匹坛是一个 再来就是城石 还有地论 还有色论 这四家 就是山论的树里面 常常会提到的 然后这个接下来 这个无比法 讲这个无比法 是怎么书胜 这边说 超市值之外 市值就是破斥外道四种邪值 我们讲这个四种邪值 就是邪因邪果 前面讲过的那一种 所以他是超越外道的四种执着 越三界之表 就是能够出离生死 这个表就是外的意思 能够让我们超越三界之外 群圣之所叹 六道之所重归 龟虫 敢有抗言当屈之以理 就是这个 这三层圣人所共同赞叹的 六道众生无不龟虫 那如果有敢与抗拒的 说他们说的不是 那就应该要令他屈服于真理 好 接下来呢 问 夫 玉利里啊 先需续 先 先需续终元 就是我们要说明 建立阿彼坛的道理 那先要看 先要说 这个宗派的源头 未知彼坛凡有几种 我们先说他这个宗派的源流 那先说这个阿彼坛 布类很多 那他有几种呢 布类甚多 就是这个布派佛教种类很多 那略名其六 那略说这个六者 这个布类阿彼坛的布类 所以 这里应该讲的是论点 就论点是从哪里来的 那 有六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 医者如来自说法相彼坛 盛行天主不传正诞 第一种呢是佛自说的 佛自说的论 这个传说 有自说的阿彼坛 这个 如来自说的 我们这个看这个佛教士 就是有说这个立世阿彼坛论 这个是有汉语的 是这个真地译的 但这个立世阿彼坛是不是佛说呢 就是 这个可能 就无从考 不过这个传说就是佛所说的 那还有一个是阿彼坛无法经 这个 这个是安斯高义的 可见这个佳阳大师在讲这个不传正诞 那个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汉地有 有这两部传说是佛说的阿彼坛 这个是 那不传正诞应该也有 但是就因为没有传来 所以我们也不晓得 那第二个呢 是林吉亚圣 明舍利佛 解佛语故造阿彼坛 凡二十句人传来持土 第二个就是有传到我们汉地的 那这个林吉亚圣指的就是摄地佛 解佛语 因为他智慧第一 所以他能够明白这个佛的义曲 所以他造的阿彼坛 这个林吉就是他跟佛非常的近 就是智慧很高 就快跟佛是一样 所以叫林吉 那仅次于佛所以叫亚圣 那摄地佛智慧第一 所以我们说他是亚圣 是名符其实 在汉地传来的就是摄地佛阿彼坛 这个摄地佛就是他的名字嘛 以他的名字作为论的名字 叫阿彼坛 摄地佛阿彼坛 那这个唐玄庄又重新翻译 叫做阿彼达摩 这个极异门论 这个就是摄地佛阿彼坛 第三呢 三者佛灭度后三百余年 有三明六通大阿罗汉 信佳瞻岩造八见度 凡二十卷传来持土 第三个是佛灭度以后三百多年 那有佛灿岩阿罗汉 他造的阿彼坛摩八见度论 这个翻译做三十卷 那在悬装的时候又重新 加阿彼坛摩发字论 第四呢 这边还解释佛灿岩的八见度论 是哪八见度 就是一杂二死三至四叶五大六根七定八见 那见度叫做俱 言见度者翻之为俱 以其八亿各有部类 目之为俱也 这个八见度就是八个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八个章节 就是这一类一类的把它分到这八个主题里面 叫八见度 第四呢 四者六百年间 有五百罗汉是加瞻炎弟子 于北天族共造匹伯沙亦八见度 匹伯沙者齿云广解 于西凉州溢出 凡油白卷 直冰火烧之为六十卷现在 直解三见度也 这第四个就是 是加瑟尼加王时代 是在加斯米罗加瞻炎的弟子 那他这个传说是加瞻炎的弟子 那也是集五百阿罗汉 然后去解释这个八见度论 然后这个写成大匹伯沙论 那匹伯沙就是广解的意思 这一部论在玄庄也有重义了 这是第四 武者七百年余有法圣罗汉 贤伯沙太伯略传要义做二百五十计 名阿比坛心论 凡有四卷一传持土 这个是第五 这是法圣阿罗汉做的 那他这个认为就是 这个菩萨太广了 像这个大比菩萨论 玄庄义的就两百卷 所以他就把这个精华 给这个 把这两百卷的内容 浓缩成四卷 叫做阿比坛心论 那这个就是减少后人的负担 不要广解 只要略解就可以 阿比坛心论 第六个呢 是这个六者千年之间 有达摩多罗 达摩多罗就是法旧 这个法旧 以菩萨太婆四卷齐略 更赚三百五十计 逐四卷含六百计 名为扎心 这个是杂心论 法旧做的 那他最初的翻 这个翻译是总共十一卷 就是他介于 阿比达摩心论 跟大比菩萨论 中间 因为他觉得四卷太略了 所以就把它稍微更 內容更 雖然精简 但是没有像四卷这么略 所以就 就造了这个十一卷的 雜心论 这些心论 雜心论 主要都是依据八见度论 来的 所以是有部的正宗 那我们这个匹潭之学 从这个巨舍溢出以后 就是以巨舍为主 但是他不算是有部的正宗 有部的正宗就是阿比达摩 那为什么巨舍不是有部的正宗 因为他有很多 你说很多嘛 也没有 大概也没有人去算 到底有多少是 算这个比例 但是这个有部有一个非常 关键的 对于教育有一个 很关键的思想 叫做三世始有 这一点在巨舍 就没有被忠实的反映出来 巨舍论他是主张现在始有说 就我们学习中论的时候 应该大家有知道这个词 三世始有是什么呢 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始有之法 那现在始有说就是 过去跟未来是假的 是按现在而安利的 那我们说有部 这个三世始有就是他的标志 知道吗 像这种关键的学说 在巨舍居然没有继承 所以你说巨舍虽然自称是有部 就是总结的有部的结论 做成巨舍 叫阿彼达摩巨舍论 但是你说他是有部的正宗也很难这么说 那你说他不是有部 他也是有继承有部的地方 但是这么关键的学说没有继承 这点就让这个巨舍的地位就有一些尴尬 所以我们说阿彼达摩还是这个八见度 心论杂心论大彼佛萨论 这个才是真正的由衷 由部 这个六个来源就讲 就是我们说这个阿彼达摩 这个要明白他的中原 就是他传来的经典 那这个从他的源流来讲 有佛说的有舍利佛说的 对不对 还有大阿罗汉做的 嘉瞻岩做的 后面有他的注释 有他的广解 对不对 有他的简略本 有他的中略本 这个叫阿彼达摩 这个源流就介绍到这了 那下面讲 期间附有六分 这个前面讲这个阿彼达摩 六个源头 那还有六分 六分讲的就是六足论 阿彼达摩有六足 六个足 就是像人的支架 像这个脚一样 对不对 第一个是极异门论 摄利佛照 第二个是法运足论 这个是大目见连照的 第三个是世身足论 这个是佛灭百年以后的著作 第四个是戒身足论 这个是世友 品类足论也是世友造的 第六个是施舍足论 那这个是家瞻岩造的 这个叫做富有六分 那彼坛论世云 目连何须密集 于论施共造 并不传此土 这两部没有传到我们这里来 为众四分彼坛是六内之一 此土有之 那富有甘露为匹潭两卷 那魏祥作者并传此土 好 这个就是他的源流 就是传到我们汉地来的 好 这个是源流 再来就是要开始讲他的教义 好 毗坛 雖部类不同 大宗明见见有得道 他的这个主要的论点 就是叫做见有得道 就什么是有呢 就是四地 四圣地啊 见苦即灭道 苦即灭道 四地 每一地呢 都有四个形象 那我们怎么见到的呢 就是 苦 比如说苦 就是苦 空无常无我 对不对 即的 因即元出 对不对 灭尽妙离 道如行出 这个四地 总共有十六种像 对不对 那我们要一一的去见 他说这个 暖鼎忍四地 四地一位就 十六刹那 对不对 十六刹那 一刹那见一个地的形象 这样 所以 四地一位就有刹那的十六刹那 那最后一刹那就是 这个正入圣道 所以他是见有得道 那见有得道是一种主张 跟另外一种主张 金部 主张是见灭得道 灭就是四地里面的灭地 那这个 那个 那个 游布 也是要 虽然 我们在 修行的时候 是 这个修这四地 对不对 我们讲这个十六刹那心 对不对 但是他最后还是要 减行卷缘 那有人说最后剩下苦 有人说剩下什么 急 这个就不一定 就都有人这么主张 总之他是 见有得道 这个是他的特征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破斥 第二科就破斥第二 凡有十门 就是我们怎么破斥 就是中道 中道 中道 实相 是怎么看待 怎么批评 阿比达摩的思想呢 齐藏大师列出这十门 一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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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個缺點吧 所以呢 你說他是無比法 那是佔欲過多了 名有餘 就是你這個名稱有一點超過了 說他是無比 無比法 所名之理不足 名字是有餘的 但是他的道理是不足的 就名不相符 非但遠乖方等 就是跟大乘的道理是遠遠的違背 易禁迷三藏 對於這個三藏我們說經歷怨 也是有他的迷子所在 就是不能夠通達佛的本懷 有他迷子 有他的這個固執 有他這個迷惑的地方 列舉師們顯取虛實 就是現在我列舉這十個門 十顆啦 來探他的虛實 就是看他說的是實言呢 還是虛言 先說第一門 乖自道者 夫道之為狀也 體覺百非禮超四句 先說這個道體啊 什麼叫做自道呢 我說乖是違背的意思 現在他違背了自道 那這個自極之道講的就是涅槃嘛 或是我們說是真如法性實相 這些其實都是涅槃的義名 自極之道就是涅槃喔 那麼 那 彼壇呢 他主張 一切法是實有 是見有得道對不對 那這就是違背了佛說的自極之理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說的真如實際涅槃 實相 這些詞啊 都是 都是表達一種 我們說自極之道的樣 就是他的稱呼叫真如 叫做法性 那他的體性是一種 體覺百非禮超四句的 我們說他的體 真如的體啊 是絕百非 我們說他是絕代的 絕就是他是絕對絕代的 是百非 我們說這個中論說的八部嘛 這個部就是非的意思 就是否定的意思 不生不滅 不依不依 不長不斷 不來不去對不對 但是主要中論雖然講八部 對不對 那其實是百非的意思啊 八個主要 這是主要的方面 百非就是一切法空的意思 所以說是絕對的 這個涅槃是絕對的 絕代的 我們說這個依義來去 這個長斷生涅 這個都是有代嘛 這是相代的 現在跟你講涅槃是絕代的 那是用非的方式 用否定的方式去體現的 所以他是絕百非啊 像這個 我們熟悉的金剛經就說 他是非法非非法 佛體現的這個真意啊 就是非法非非法 所以他是 這個絕百非 離世俱啊 這個世俱我們 這個 開始的時候我們有講嘛 一切法是有呢 是無 是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呢 這個離世俱啊 就是 都遠離這世俱的任何依據 就是 這世俱都不能夠體現真儒的體啊 所以真儒之體是絕百非禮超世俱的喔 可以講他是我們語言之界線之外的東西 言之者 言之者思其真 知之者反其餘啊 有之者乖其性 無之者傷其體 所以因為他是 絕百非離世俱的喔 所以你說 說 說的話 就思其真 對不對 他不是思想原律道 不是能源所源喔 所以他不會有個具體的形象被你把握嘛 我們說這個言 指的是語言能夠捕捉的 換句話就是概念可以原響喔 如果你認為這個真理是可以被原響的 那就失去 他的真意喔 知之者反語喔 這也是都從認識開始講啊 前面講這個所源 所源不是那種具體的 因為他離世俱絕百非 不是原律可以原喔 那智也不是能取的智慧 也不是能取的智慧 也不是能取的智慧 了別的 就是知之者反其餘 如果說我們說 真辱是由智慧所體悟的內容 那就是叫做知之者反其餘 反而是遠離他的真性 為什麼呢 因為實相是無啊 無是一種認識 如果你說實相是無 那他就是傷害他的實體啦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 都遠 說知道 說 能說 這些都是 遠離他的體性啊 那說他有呢 有之者乖其性 說他有呢 就是違背他的性 說他是無呢 則傷其體喔 這個有無都不能夠來 表達涅槃的體性啊 欺辯 這個 欺辯錯陰啊 無眼明照 欺辯是指七種辯才跟智慧 就是從波爾金講的 那我們說這個辯才有七種 第一個叫做 節極變 就很快速的 就是為什麼能夠很快速的去 考察喔 就是節極變 就因為他 對一切法都沒有障礙嘛 所以他的思維很敏銳啊 這個是第一個節極變 第二個是利變喔 這個是指的是頓根跟利根啊 因為他的思想喔 對於法的實相喔 對於法的實相喔 就盡其底啊 所以他的這個根性是非常利的喔 叫利變喔 就能夠救援其底 好 那 這個是第二個喔 叫利變喔 那第三個呢 是叫無禁變喔 這個勒說法無禁啊 叫無禁變 第五個呢是隨應變喔 隨應變是 就是能夠隨順吧喔 這個隨順這個機緣喔 這個隨順這個機緣喔 展開這個這個問答或是教說喔 第六是異變喔 異變就是能夠 引導眾生取向這個大力 就是涅槃啊 這個是與石相應的喔 所以這個叫異變喔 與這個涅槃相應的 七是無上變喔 好 就是 超越一切世間嘛 叫最上變 那 所以三秤之中就是大秤最盛 所以叫最上變 好 這個是七變嘛 我們說這個都是都市的這個口才 但是到涅槃這邊都是沒有的 离文字下嘛 所以七變用不上 叫七變錯音 就停止的意思喔 無眼呢 就是說 無眼喔 明照喔 無眼是指 就五種 我們說這個佛經講的 肉眼、天眼、惠眼、法眼、佛眼 這個凡夫啊 外道就有肉眼跟天眼 天眼當然是要修神通才會有 或者你這個深得這個天界嘛 這個天眼 這個惠眼就是指這個聲紋啊 法眼是辟之佛 那佛眼就是佛菩薩對不對 菩薩是法眼喔 那佛才有佛眼 會眼是二稱 這個區別一下 那他們當然他們所見的 下不知上嘛 那上可以包含下對不對 那我們說這個會眼 會眼就知真地 這個二稱人知二地裡面的聖意對不對 那菩薩叫法眼是因為他知道 他知道 這個俗地 這個俗地是 不是我們凡夫說的那種 我們世俗人知道的喔 他是了悟空以後 又能夠 考察厚德志嘛 厚德志殊聖這個叫做法眼 那佛眼就是於一切無愛 這個是五眼明照 就是五眼都不能 明照就是明 因為入實相則明能所嘛 所以也不是五眼所能夠照的 所能夠了別的啦 釋迦岩是盡明渡口 釋迦這個掩飾 這個講的是釋迦牟尼佛出成道的時候 有這個七天不說法嘛 一個說法是說七天 那他就是掩飾閉門掩飾啊 自己享受涅槃之樂嘛 這個是因為佛出成道的時候 不樂說法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說我所見的元其法甚深啊 眾生不能夠理解 所以他為什麼就不講了吧 因為講只是圖字疲勞 說了誰也不信對不對 是啊 這個是我們要注意的 如果這個大道這麼好理解 就我 我們 我也是聽一些法師講 那事實上這個廟禁長老這麼講過 如果說 就像社大聖任說的 他說這個不派佛教是法有我無啊 所以一切法是有的 那什麼是有的呢 就是五位七十五法 就是十八戒 我們講這些都有 沒有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如果把人當作是單一獨立的 就是我們不認為他是五運一堆的集合 而是認為他是一個 一個真實的對象 那就是我值嘛 那可見得我們講 我們要明白 無我是很容易 體會不容易 但是我們要理解不難啊 人就像一堆積木的集合 這有什麼好難理解的呢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無我意味著什麼 所以我們要去體會嘛 既然道理這麼容易 那我們為什麼不能體會 那原因就是我們沒有禪定嘛 於是這個修行就等於修定了 只要定這一關突破了呢 那麼要開悟 這是很容易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用 不用嫌棄他是小蹭果 這個三界這麼苦啊 我們混得出國不香嗎 是不是 那出國不容易 出國不容易是因為我們沒有定 我們有定就容易了 這種思想也是很多嘛 那現在看這個極杖對匹壇的批判 看這個釋迦摩尼佛 他出城道的時候呢是掩飾的 把他的門關起來 不願意說法為什麼呢 因為說了沒人信啊 我說這個人啊是五蕴的堆疊 這不會沒有人信啊 信的人可多了 為什麼我們都不開悟 因為我們沒有定 這個可見這樣的思想 跟極杖差別有多大 或者是我們說佛陀出城道為什麼不說法 這個就很奇怪啊 這麼好理解還不說法 那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值得我們去考慮的對不對 這個到底幾天不說法 有幾種不同的記載啊 有說七天 有說七個七天對不對 不一定的 總之他有一段時間是默然的 當然我們 上個禮拜講了 這個下一堂課要講 佛不是不說法 佛在天上說華言嘛 說大法對不對 這又是另外一種說法 好這個是 釋迦掩釋敬明渡口 這個是唯摩結經 入不二法門 文書問這個 唯摩結君子 入不二法門 那這個 這個 唯摩結君 他就閉口無言 然後不說話 反而被這個文書讚嘆 說善哉善哉 無有文字語言 是真入不二法門 我們說這個 離言絕利 心形觸滅 言語道斷 這個是真實的實相般人 雖然實相無言 但是唯有佛法 對不對 能夠 用語言去開展這個 取入涅槃的智道 這個門禁 如果沒有這個門禁 那你是真的 就雖然是入不二法門 是無言絕利的 那也不是無所說 大家要注意這個 文字般若 觀相般若跟實相般若 他還是有一個次第可循的 雖然我們最終追求的 或是說真實的波爾 是絕代的 是無言 那麼這是真實的 所以當外道是匹壇 去描述真如是有 真如是無 如何如何是真如 如何如何是 像這個見四弟 見四弟就是見真如 這個見有得道 極章說 這個就是跟佛教是相違的 跟這個涅槃的治理是相違的 總之這個不二門就是 表示實相的絕緣 絕緣 這個語言不能夠表達的 然後也是思慮所不能到達的地方 這個不可思議不可言說 就是真實之道 所以呢就是要 其可以有為道哉 就我們講這個匹壇 見有得道 那麼舉這些例子不就是 在說明匹壇的大宗 他主要的宗 宗要是跟佛法的治疾之道 是相違的嗎 好接下來說呢 第二 這個是第一 第一 乖治道 第二呢是伏仲見 第二伏仲見 然道時非有 這個遂言見有得道 乃是見有 非見道也 那說這個匹壇 是伏仲見 仲見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 建地 很多很多的建地 但是這些建地呢 都有偏邪 所以叫伏仲見 就是伏就是 維持吧 扶住 就是 匹壇 只會讓你 只會讓你 順從 就是福 就是 指引你吧 就是維持啊 或是支持這些偏邪的見解 那我們說偏邪的見解有哪些 這個 譬如說什麼 六十二劍 對不對 這個六十二劍 或是十四 十四種難 對不對 這個都叫重劍 那像這個法華經喔 他就講這個 叫入邪見叢林喔 什麼是入邪見的叢林啊 就是這個重劍就是叢林的意思 就是像秘籍的樹林一樣 這麼多劍從哪裡來呢 他說若有若無等 有無就是邪見的根本啊 現在說見有得到對不對 那不是有嗎 我們說有無是重劍之本嗎 那現在說見有得到 那不是扶重劍嗎 就是 這個維持這種引導你 或是維持這種邪見嗎 我們剛剛講這個六十二劍 從有無開出來 什麼是六十二劍 比如說 色受想形式 這個是五種對不對 那五種呢 都是以有無為本嘛 就是色受想形式是有 色受想形式是無 這個是十種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 呃 我看一下這個六十二劍的解釋 看這個字典怎麼說 色受想形式這個是五韻嘛 那有無是他的根本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從這個有會起什麼 長無長 異長異無長 非長非無長 所以這個色受想形式嘛 就五乘以四就是二十劍對不對 那 以這個色受形式這五韻呢 其有邊際無邊際 這個是二十種 那合起來就四十劍對不對 然後色受形式這五韻呢 起 有來去 無來去 亦有來去 亦無來去 非有來去 非無來去 這又是二十種 所以合起來就是六十劍 然後再加上根本的色心 就是六十二劍 我們就是從這五韻啊 起這種十四問難 就是他是有 是長無長 有邊無邊啊 有邊無邊 然後有來有去 有來 這個來跟去 又是二十劍 這個跟十四難 其實是一樣的 那只是他的開合不一樣 一個是以五韻為主 一個是神我跟四劍嘛 那這個就是十二劍 我們可以講就是外道總共 對於我的一種望子 展現出來的六十二種 這個叫做重劍知道嗎 這個等於就是我們說 皮彈 他呢 支持這種見地 比如說我們說他說沒有我 但是有社長形式嘛 那如果有社長形式 我們就可以論他的體 到底是有還是無 或是他是長還是無長的嘛 那麼總之呢 你認為有五韻 是法有我無的話 那這五韻 就有這六十二種討論嘛 那你最終你還是要選擇一種 對不對 既然他是有 就應該說出他的體性 所以他還是在六十二劍當中 這些細論都不會仔細 因為你說見有得到對不對 你說有這五韻嘛 好這個是浮仲劍 這四面 然道非實有 所以言見有得到 這些法是不是實有的 你說見有得到 那就是細論嘛 你說見有是見到這五韻 是長是無常 是長是無常 這個都是在六十二劍裡面 這是見有不是見到 非見到也 故靜明雲 法名無染 若染於法 乃是染濁 非求法也 所以這個唯摩結經就批評 這種 法是無染 是離這四句的叫無染 對不對 現在你說社長形式 那他是有是無是長 是斷是無常呢 這就必須要論究一番嘛 那當然這些討論都在繞圈 因為都在細論裡面 你就不是 叫做無因啊 無因的困難 或是無窮倒退後面會講 這個都是細論都是染法 那可見有不見有 這個匹談見有得道 是染濁 不是求法 又服見有者 名為有見 非見到也 這個又 見有得道 不是見到 故法華雲 入邪見仇靈 若有若無等 依此 依此此諸見 巨竹62 就是我們剛剛解釋的法華經說的 因為以有無為本的開展出來62件 就是針對無雲的 這個叫邪見仇靈 問 若 若只有無 有何等 對 我說這社行形式是有 或是無 或者是他是長 或是無常 對不對 對我再討論這些 那有什麼過失呢 答正觀論允 這正觀論就是中論 就中論我們還記得 記得這句祭誦嗎 這個是在六種品裡面 他說 潛至見諸法 若有若無相 是則不能見 滅見安寅法 就是 他有什麼過失 就是不能夠 正得自道 我們說自道就是涅槃 涅槃這種寂靈安寅 你是在這62件裡面是不會有的 62件就是邪見 你不可能見得到這個滅 滅所有諸見的安寅法 就是涅槃 就是你不能體正那個 絕百非離世相的自棋之地 不能夠棄會 這就是他的最大的過失 這個是浮仲見第二 第三個是唯大教 就是違背這個大乘的教法 那這個大乘的教法呢 思逸經雲 於未來是有二比丘 說有有相法得成聖道 佛錘此教玄介將來 契約二人 理事邪說 違背大教 疑須破之 這個思逸經 思逸經 思逸經這句話 我們現在在這個大陣障 可以用這個關鍵詞去查對不對 是沒有這句話 這個不知道 那極障大師是 他的版本可能有 但是不是我們現在還流傳 流傳 當然思逸經 只講的是大乘 那也說一切空的 不會說見有得到 但這個是道理是有的 但是並沒有說 並沒有預言說佛之後 有這個宣說見有得到是邪見 事實上我們在經典上看到說 不能批評小乘 為什麼呢 他說這個金帳 就是黃金的這個權杖 如果把它分作十八段 就是這個黃金座的 就是黃帝的權杖對不對 分作十八塊 份份皆經 就是雖然分作十八等份 但是每一等份都還是純經 那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不派佛教還是代表佛說的一方面 不應該被拋棄 不應該是這樣 那這邊講的偉大教就有點極端 第四呢 首小泉 夫為為事緣者 事已流 另巡流已得緣 那首小泉就是 我們說這個泉就是魚匡 就是捉魚的竹樓 首小泉的意思呢 就是譬喻生文人 是本來這個抓魚的魚竹樓 目的是要抓魚的 現在我們守護這個竹樓 就盯著這個竹樓 就忘記它是用來抓魚的 你應該是盯著魚啊 怎麼會盯著竹樓呢 這個就是首小泉的意思 就是你要縱橫的去看 要縱的去看這個佛說的源流 我們看它的流變就能夠 就是能夠塑它的緣起 那現在他就批評這些小策 叫做這個 首小泉 這個泉 這個是從莊子來的 這個譬喻是從莊子來的 莊子有一句話 他說權者所以在於得於妄權 這個就是 就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竹樓的目的抓魚嘛 你抓到魚這個竹樓要不要都沒關係 知道嗎 我們講這個十八步對不對 這個是要破斥外道的鞋 從大自在天來的啊 說有神我啊對不對 現在拋棄應該 應該這個只是破外道的工具 它的目的我們要了解 不是抓著這個竹樓不放 好這個是莊子的話 我們應該得於而妄權 像他這就批評小乘 不了解 不尋求佛說的源流 這個 當然這個極杖 他有一個觀點 是跟我們下一堂課要講的有關 他認為佛是先說大乘 當然我不知道 這個極杖大師相信的史觀是什麼 他認為這個小乘是從大乘流出的 那我們可以這樣講 應順法師也是會這樣看 但他不會說佛說 他不會說那個先有大乘然後才有小乘 但我們說這個從大乘出 應順法師認為佛的精神就是大乘的 他的弟子有小乘根性的人 所以他們的結集的經典會反映出他的偏好 所以我們在歷史上 我們在這個源流上才會看到這個學派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去重向的去理解佛佛之教 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他的本意 是大乘這些人才深入到佛的本懷當中 所以我們說法華經那句話是對的 他說這個佛只有一乘 不會有三乘 不會有一二三乘 佛只縮了一乘 那只是隨類各的奇節而已 這個倒是很符合這個應順法師的史觀 所以我們不知道 家常大師是不是也是這麼看 讀了法華經是這麼說的 但是當然這個佛說了什麼 是有歷史的詮釋存在在那 我們才能說佛只縮一乘 而且是縮的是大乘對不對 但如果你用五十八教去看 就變成一個歷史事實 這個還是有 對歷史的解釋還是有差別的 好這個是三乘跟一乘的關係 他認為佛說的大乘對不對 那你不能說這個 只看到小乘那一部分 而不去追尋他的源頭 那就認為這個聲文是守小權 應該要得權妄語 但是你卻守著小權 好這個是例子守小權 然後再用以守子樂的例子來表達 好 好 好 夫為是原者是其流 就我們應該要指示他的流變 是追尋他的源頭 為見月者視之以此 令因子以得月 就像我們用手指去指月亮 目的是讓你順著手指去看到月亮 而不是盯著這個手指 穷流則為是一緣 王子則淡是一月 就是如果我們只看片段的佛教 你就以為他只有單一的源流 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有多個傳統 那你只看到彼壇的這個傳統 你不去考慮其他怎麼詮釋佛說的 那你就只是盯著一個源頭 一個源流 王子淡是一月 這個講的是源頭是佛說的三寸 但他本懷只有一寸的意思 就是我們窮集這些很多傳統之上 源自於一個佛的本懷 就三寸其實是一寸 王子淡是一月 就是我們循著手指只會看到一個月亮 就是他有一個源頭 蓋世如來說之縮小之意也 就是佛陀縮小乘 那是有一個時空的限制 但是你不能只看這一點 他是以守指月 主要是要指向那個月亮 縮小那個手指縮小乘 那是像手指一樣的目的 而彼壇之徒 固執小中不取大道 就是你頑固的 蹲守在這個佛說 就是你認為佛說的範圍裡面 而不能夠再取向於大道 就是大乘之道 守全喪食 守著這個余樓 忘記這個是抓余用 故造論破之 所以這個三論才要造論去破斥它 好我們這一堂課就講到這 先休息十分鐘 當然我們佛教是講那個 就是福禁的 就是你的福報沒有了 就是維生的 維持你生命的資據沒有的話 那麼你就是會捨爆嗎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這個 當然這樣講很佛系 就是有的時候 時代的巨輪在滾動 我們個人是很渺小的 就是過去 你們可能都還沒出事吧 就是1930年代 美國的經濟大蕭條 這個大部分都在失業 然後這個農夫擠的牛奶 種的這個玉米這些 都沒有辦法賣 是因為你運到城裡的那個費用 還比你賣的價格還要高啊 所以他們寧可把這個牛奶倒到河裡 城市人在飢餓啊對不對 但是你牛奶運不出去 運不出去你看 這個多多麼恐怖 但是那個時代就這樣啊 失業率是百分之五十六十吧 人都在失業 那時候就靠政府啊 每個人穿著西裝打領帶到街上去領救濟 救濟餐就是這樣 對然後那個胡佛坦 就是那個政府冬天來的 沒房子怎麼辦呢 發毯子啊 睡路邊 那個人真的就這樣 然後在二戰 就二戰才慢慢擺脫這種 就美國啦 就以美國來講 那我們看那個東方 那個1942這個電影嘛 你們有看過嗎 就是河南餓死三百人 三百萬 三百萬人 就是所有的人都去逃荒了 什麼叫逃荒 就是沒得吃的 所以你就要離開這個 離開這一省啊 你看那個要走多久 他說人可以為了一口吃的 什麼都可以幹啊 什麼尊嚴什麼 當然這是大時代的背景啊 我覺得在我們台灣還算有福報 就是 雖然這個全球化對很多人 就是 喪失機遇 就是少部分人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個社會組織啊 就是我們不見得會 會到這麼這樣的地步 但是就 我們說這個 宗教是人富足以後的追求 就是在我們貧困的時候 我們有辦法去追求這種 這種人很少 就是能夠安平樂道 能夠 像這個延迴這樣的人很少 的確這個 如果福報不足 是我們的障礙 這個也是一個事實啊 但是又能如何 對不對 像達爾阿嬤說的 他說 既然 這個是入行論說的 他說 如果這個事情 可以解決的話 那你不用擔心嘛 如果不可以解決的話 那擔心也沒有用啊 所以我們這些負面的 去擔心未來 他認為是不必要的 那就把心安住在佛法上 他認為才是最有價值的 那也是說的很有道理嘛 所以這個就 盡其之力 隨勝因緣 好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我們看到這應勝思想 我們看到這個 第八頁 就是前面講的 龔俊老師對應勝法師的一個評價 他認為他友誼在這兩邊 這兩個態度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對不對 這是傳統的區別 那我們說最大的區別是什麼呢 歷史是客觀的 那客觀的當然就是科學的 那科學就有是人的經驗嘛 不是什麼天的經驗 也不是禪定的經驗啊 這個我們都 我們可以這樣來思考 禪定啊 禪定的人 他看到的世界是不是就比我們一般人 看到的世界更真實呢 這不一定喔 就我們有講過 維斯嘉講的那個例子嘛 天人來看水是流離 人來看是水 地獄來看是猛火對不對 鬼來看是濃血 我問你啊 哪一個道的人看到的東西最真實呢 啊 佛看到幻化 佛看到幻化 那佛看到的是什麼東西在幻化 佛當然是就盡其底 他看到的是最圓滿的 但我們就以凡夫的立場 那麼五六道的眾生 撇開這個聖人不談嘛 我們可以說看到流離的 比看到是水的還要正確嗎 對啊 那只是 跟隨自己的道 自己在六道當中的地位所顯示的嘛 那它是什麼 似乎喔 只有一個 就是我們 我們在這個人的世界 就是以人的為主嘛 而且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說共識啦 是 人說他是水 是因為我們有共識 對不對 你能說 還能說什麼呢 就我們有眾同分吧 同樣的心識 或者我們講中觀說的 這是一個共識而已 對不對 所謂的客觀好像是這樣 但是 這是有共識的喔 所以這個事實啊 或是真理喔 這個還是可以講喔 不是說 就完全沒有根據喔 對不對 但是經學不一樣喔 經學就是 以經為主嘛 包括這個經典裡面說的這個神話 我們說宗教 宗教如果是很有魅的 魅就是我們不了解的力量 對不對 那客觀呢 就有這個去魅 去魅 去魅是什麼呢 這個是 馬克思韋伯他說的喔 說近代的這個知識 我們說以科學為主的這些知識啊 都有這個去魅的 都有去魅 這個這個壞掉了 所以他們都預言喔 就我 我上一周沒有想起那個 那個社會學家 就圖爾幹 馬克思 馬克思韋伯 他們對宗教 宗教是有一種魅力啊 就是我們說 譬如說萬物有靈啊 有一個 就是在另外一個空間 比我們更高的這種人啊 那麼這個世界是跟他們的意志有關 跟他們的喜好有關 所以我們可以講這個世界是有靈魂的 不是只有你 所以是一個充滿精靈的世界 萬物有靈 科學呢 就要去這些魅 因為他有一個 客觀的史觀 客觀的世界觀 客觀的世界觀 最能夠體現這一點就是物理 那我們看這個時候物理這個詞嘛 這是事物 事物不是誰的意志的體現 不是人的意志 也不是神的意志 是什麼呢 他是反映一個自然的道理 就是他自己 是什麼性質 這水往低處流 不是誰的意志 是因為他的物理 事物只循著他自己的道理啊 自己的理在運作而已 那麼這是一個決定論的世界觀 那我們說這個魅就有一個目的 就是 是神的意志 那神會這麼 神會讓這個世間 神會讓這個世間 比如說 為什麼我會生病 一定有個 神為了考驗我 對不對 神為了抵禮我 這是目的論 所以 他們各有特點 知道嗎 所以他們展現出來的這種思想 就會不一樣 那當然這個就有宗教的氣氛了 這我只是說一個大概 這個就科學 科學 那我們說這個太虛大師 像智者大師 講了這個史 我們現在把這個方法 運用在歷史上 那麼這個經學就是經典怎麼說 我就怎麼信 經典上說的都是佛說的 一般我們都會接受那些經典 不會有什麼偽經的問題 佛就這麼講 我們最多只是叛教 判定說 為什麼佛這麼講 是為了那些 根性比較差的人說的 就會這麼講 那麼 史學的歷史 就是把經典當作史料 它只是材料 所以我們就要考慮當時的人為什麼會這麼記載 當然記載我們就會覺得是有對的 也可能是有謬誤的 那可能就要抉擇一番 那 那個 公俊老師認為 應順法師就是這一類的人 那他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 歷史就是對真理的結構 史料就是能不能 能不能 能不能擔負真理 史料都人記的 他不是佛自己講的 是你記佛講的沒有錯 是你記的 是人在記的 而且會根據歷史的特點 會有 就是會 你會解釋 你的記錄就是你 你的認識的佛 認識的佛說 對不對 他會隨著人而改變 所以他能不能 擔負這種真理的 真理的一個 一個媒介呢 這是個問題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歷史的這種流變 流變 就是對真理的結構 我們 我們這種歷史主義 客觀的歷史 因為沒有錄音機 對不對 所以我們永遠只會得到不同的 異說 有匹壇的傳統 有大腿的傳統 有什麼什麼 他們都說是佛說 對不對 那譬如說 隨便一句話 四二元生 對不對 大腿的解釋 跟匹壇的解釋 就不一樣 這種解釋 也沒有任何一個說 他就是權威嘛 那我們對於歷史的研究 我們只會看到很多原流而已 很多傳統 同時存在 我們 這種 各說各話 就是對真理的結構 甚至我們還會懷疑 到底只有一個佛 還是有很多佛 為什麼他們說的都不一樣呢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所以呢 應順法師他就在兩邊猶疑 他認為 歷史 他主要是這樣的面貌 但是討論到宗教問題的時候 他又會站在經學的立場 佛說有六道輪迴 這人的經驗沒辦法證實 那我就相信經說的 我們說這個涅槃真理 是離文字相 那既然文字都沒有用 對不對 對人的立場 對人的立場就是 那什麼都沒有 涅槃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我們這個時候要相信經典 佛說的涅槃 不管匹壇說的還是誰說 就有涅槃有聖道可求 有六道輪迴 所以他認為這個歷史不足的地方 應順就在這邊游移來游移去 他不認為應順法師的方法是可靠的 這個是我看過批評的最客觀 而且不帶有那種情緒色彩 說應順法師是 獅子中蟲啊 這種情 就是好像很怨恨他 這個講的 是比較客觀 但是 我們說啦 人間佛教 他的立場 就是在客觀 這個史學跟經學兩種方法 在那邊 游移啊 舉旗不定 這個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 我覺得 我們這個時代的確就在這兩邊裡面 不知道佛的爭議 所以就在這邊兩邊裡面游移 就我們相信人的經驗 就人間佛教對不對 但好像就把這個經典說的解脫就拋在一邊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做學問研究佛經是怎麼回事對不對 好像就不是在做解脫的事情 就我們不能夠從 我們在尊重的科學跟人的經驗當中 去取向聖道 因為他這兩個是有矛盾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 擺脫這種模型 我們的佛教或是人間佛教 應潤法師的思想 就不適用這種模型 這種模型 我們不能用這種 模型來看待應潤法師 這個是我要說的 就是這篇 我們來看應潤法師用的方法 不是這種 不是這種客觀的史學 他的方法不是這個 他的歷史觀是叫中道的歷史觀 我們說這個中道是什麼 剛好就是擺脫這兩邊嘛 我們講以經學為主的極致就是基要主義對不對 然後客觀的史學 他我們會看到的是什麼呢 看到的是歷史虛無主義 因為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知道 佛當初到底說了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求知的極限對不對 所以他會給我們一個虛無感嘛 就是沒有真理 只是一堆紀錄而已 永遠不會有真理 你怎麼擺脫這兩邊 就要靠中道對不對 我們看第九 第九頁 第九頁開始前面這兩行 他說龚俊教授說的史學跟經學方法之間在張力的游移對不對 至於應酸法師是不是這樣 我們應該要先看探討是 他的這種歷史的方法 歷史的哲學 他的方法是不是這種客觀主義的 那我們要從兩點去看他是不是客觀 就下面說 歷史研究的客觀主義立場 是由他第一個是研究的對象 他的客觀性跟真實性來決定 第二個呢就是史學研究的任務 是不是站在客觀的 就是是不是目的是為了要發現客觀的事實 跟發展的特殊規律 所以我用來檢視他是不是客觀的客觀主義的歷史 第一個要看他研究的對象 第二個是研究歷史的目的 第一個是對象第二個是目的 要符合是不是符合客觀主義 如果客觀主義就是他研究的對象是有客觀性的 是有真實性的 換句話說 這個歷史的方法 歷史的方法 這個是客觀主義 這個是客觀主義 第二個 中道 中道我用的是 思學 思學的歷史 思學的歷史 這個是有區別的 那我們看客觀主義 就是他的對 這個研究歷史的對象 第二個是他 研究歷史的目的 他的對象是真實的 就是 客觀 就是曾經發生過的事 是一個唯一的事實 這個客觀的事實 不會因人而異 不會換另外一個人就有不一樣的描述 對事實來 對這個發生過的東西 就過去了 我那麼簡單講 是過去是不是 因為歷史就是過去的事 但我們知道那個 現在史有說 就不認為過去是真實的 但是他認為過去有他的真實性 但不是說他存在在哪裡 而是說 他是不能夠變動的 再來就是 任何人看 他都會是那個樣子 反正要說 過去的事是有他的志向 不會因人而異 就是他自己是如此 就是這樣 你說你的能力不足以去認識 但是他就在那裡 這個是客觀主義 認為歷史 他研究的對象是屬於這種 這樣理解嗎 第二個是他的目的 用客觀主義的方法去研究歷史 目的就是要得到一個真實的歷史 懂嗎 所以他們目的都是客觀真實 都一樣 目的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先問的是 過去的 過去法 他是真實的嗎 是唯一的嗎 是絕對的 是志向成立的嗎 這個從這兩點來看 我們就來看看應順法師是怎麼看 是怎麼看待這兩點的 憑此兩點歷史學就有一般學科所具有的科學性 就是前提就是我們研究的目的 方法 還有他的目的還有他的對象 因此我們要檢視是應順法師對歷史研究的對象 還有他研究歷史的目的跟任務 是不是符合客觀主義的 那先說他的對象 我們說史的研究就是這些經典嘛 對不對 那經典的特性是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呢 他說他怎麼說 他認為初期的大稱經是在原始佛典之後 這個就是很明顯 這是好像客觀的歷史學就會講 這個文獻在龍樹之前沒有出嘛 所以他就是公元一世紀以後才有的 這個是我們相信的 應順法師也是這樣相信 他認為大稱經是在佛後五百年才出現的 但他呢是後人學有所見 從佛教大眾的共同意識中流露出來的妙法 經典不是祭食而是什麼呢 是共同意識裡面流露出的佛法 就是佛纏轉傳來的人 人我們說佛教徒 從纏轉傳來的經典 在特定的時代 我們經過自己的思考抉擇或是實踐 認同佛法是這樣那樣 這是從他共同的意識流露出來的 就是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各位都聽過王昭君的故事嗎 你們都聽過對不對 那王昭君是這個漢明帝是嗎 就是派就是選擇一個美女 然後給他一個皇室的身份 架到那個湖人的地盤去 那各位這個在這個漢書是怎麼記的 我跟你講漢書只記兩句話 就是講漢明帝的時候有一個姓王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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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女還是什麼的 架到那個去和親 就沒了 你覺得這個故事就是這麼簡短 就是一個事件而已嗎 當然不會啊 因為史學家一定是聽了很多故事 那他把最冰冷的事實記錄下來 後面一定會有寫有肉的對不對 所以後面呢 後面你看後面就開始寫 然後一直到了知智通見 這個故事就有寫有肉 就開始完整到什麼地步呢 所以王昭君這個人 人美心善沒有心機啊 他不懂得要拿錢去賄賂那個宮廷的畫師 所以這個皇帝喔 在選妃不是看這個本人 是看畫像 那因為畫師把他畫得不夠完美嘛 所以他就被選 被不是被選入後宮 是被選去和親 那個王昭君就很委屈啊 就是這個後來皇帝看到他就很後悔 就說哎呀怎麼這個留在我的後宮多好 現在沒辦法已經決定讓他和親了 所以皇帝就很很懊悔啊 那王昭君嫁到三邦喔 就是不是像 不是像這個中原這麼富裕對不對 他就是要如毛淫血啊 住在帳篷裡很可憐喔 這個故事這麼講你們信嗎 到了那個王安石手上 這個故事來了一個反轉知道嗎 他說什麼他說 那個昭君心裡面應該是很幸福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王這個國王喔 任意的被這個底下的人玩弄知道嗎 他連明辯是 就是人家提供他的信息 真的假的他都沒有辦法控制 他就是在別人控制裡面的皇帝 連他身邊的這個畫將都可以敢去隱瞞他知道嗎 所以這個皇帝又不是什麼好皇帝啊 那你與其在這個宮廷裡面做一個被冷落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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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對不對 不如你去王廷做那個國母 你說哪一個風光對不對 所以王昭君應該是很很幸福的 那你認為哪一個王昭君才是真實的王昭君 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歷史啊 到底是不是事實為主呢 我們說這個好像上一節我們講過 以史為賤 這個 以史為賤 重要的不是這個歷史是不是事實 而是他能不能夠做為我們今天的借鑒 所以歷史記什麼不可能是不可能是以這個為主 知道嗎 像我們我們都聽過什麼司馬光雜鋼對不對 那但是我們我們現代的這個考古學告訴我們 你要做一個這麼大口的鋼啊 要能夠小孩子掉進去會淹死的這種鋼啊 是明朝才有的技術 但是這是不是歷史呢 還是啦 因為他體現了司馬光的一種品質 這樣理解嗎 所以史是什麼 中國人不會把它看作是 我說過這個客觀主義是19世紀才 因為 因為是科學 科學給我們這種概念 那歷史是不是 是不是一種科學呢 十九世紀的人認為歷史就應該跟科學一樣 但是我們說古典是以史為鑒 這個史 不等於科學 他當然是討論過去的事 但是主要是給今天來借鑒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歷史當然是一門學科啊 他不是小說 他不是文學 但是 他也不是科學 是吧 所以我們看應順法師 他很清醒的知道 什麼是經典 他說經典不是紀錄過去的 而是紀錄什麼呢 是後面的人學有所見 從佛教大眾的共同意識流露出來的妙法 所以我們看這一句 我們會承認 說王安時的 王昭君 比較像王昭君 知道嗎 所以什麼是歷史 可以都是 但是 他反映出我們對於過去的回憶 知道嗎 然後大家認同 這個才是真的王昭君 所以 還是有真跟假 對不對 唯歷史還是有 但是呢 這個真假 不是科學的 而是我們共同意識流露出來的 好 而且可以有想像的成分 這個想像是無意識的居多 但不是委託 這一句話很重要 就我們 我們說佛陀這麼偉大 為什麼會生病呢 可見的生病是視線給我們看的 這個是我們共同意識流露出來的 是想像的對不對 佛沒有說他是不是 佛沒有解釋過這件事 但是我們會說佛這麼偉大 對不對 他怎麼會生病呢 所以這個是無意識的 是我們 我們會去解釋一些事情 就我們再提一個例子 各位都是聽過這個 這個佛陀 出成立教團 然後教導 聲眾修不靜觀 對不對 然後很多比丘 他修得不靜觀就覺得 這個人沒有什麼好的 他們覺得這個身體太糟糕了 所以他就想要自殺 自己自殺覺得不敢 或是不太好對不對 他就叫別人來殺他 那別人不敢殺 然後他們就去叫外面的殺手來殺 所以我們這個 比丘界第一界就是 第一界是 對 就不能殺身 就不殺 不殺就不能夠叫別人來殺 你不能幫助別人自殺 這個是要自殺的比丘 那他們的原因就是因為修得不靜觀 但是不靜觀是佛陀開示的 那我們看這個四分率 他怎麼記載呢 他說這個修不靜觀然後自殺 他媽媽 佛陀呢 到僧眾來 他看到僧數怎麼減少了 於是他就問僧眾說 為什麼人口 就是我們為什麼我們這個廟 這個人怎麼變少了呢 那這個比丘就回答他 就是他們修不靜觀 覺得這個身體太糟糕了 所以就想想死 然後我們就如他的願 請這個殺手來殺他們 然後四分率說什麼呢 說佛明知故問 這個請問佛沒有講佛是不知道他才問呢 還是他明知道他故意問 這個不是佛自己的解釋 是記載四分率的人的解釋 但是這個解釋呢 也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對不對 到底佛是怎麼 我們會覺得佛都一切自然 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呢 藉此因緣要開示 修俗習慣這樣 就是我們會這麼說 好 所以他這邊有想像的部分 但是是無意識的 其實就是我反映出大眾的共同認識 所以我們從這一段文就知道 這個應順法師他不是 以聖言傳的再現作為經典的特性 有看到嗎 他不是我們像錄音機一樣 把佛陀的話一字一句的記下來 不是 佛經是什麼呢 是佛弟子們 學有所見 當然這個是佛教的 那佛教了以後他們有所見 然後從大眾的共同意識當中流露出來的 妙法對不對 他不是聖言傳 聖者言傳 不是聖 不是紀錄 我們看這個孔子的語錄也是一樣 他絕對不是孔子的話的紀錄 知道嗎 所以第一個 經典就是歷史的研究對象 他是客觀的史實嗎 不是喔 應順法師從來沒有這麼講 而且承認他有想像的成分對不對 所以他說大乘經的來源是什麼呢 他說是佛陀涅槃後 佛弟子心中永恆的懷念 這種懷念呢 傾向於理想化 成為理想超越的佛陀 是因為這種懷念的動力 催生出大乘佛法 然後驅動新的思潮 驅動新的思潮不是理性 而是詩化的情感 這種想像代表一種虛構性 一種文學性 可見的應順法師不是以客觀性為標準 他的歷史研究從來不是客觀的 第一個是這個 用客觀性來辨別真偽的態度來看佛經 他不是這樣看 而是認真的對待佛教這個歷史材料裡面的文學性 像這一段話他說 大乘經中的人物敘述 實地因緣是不必要把它視為是史實的 這些不是理智計較的真偽 而是情濟所沽的是否 就是我們在情感接受這件事 而不是用理智去辨析有沒有這件事 我這件事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那樣 不是這樣 他紀錄的是我們的認識 還有表達我們的情感 那應該從表象血液的心境去領略它 經典是這樣 那大乘的理論就不是 大乘的論就是很 比較硬一點 談的是邏輯 談的是是不是合理 這個是不一樣 那經典呢 像是一首歌 一幅畫一首詩 應該用一種藝術的眼光去品見它 所以有的人喜歡讀經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文學性 有這些想像的成分 這些引人入勝的成分 或是我們講就是魅 知道嗎很有魅力那個魅 經典就是容易清淨的知道嗎 那像他講的 這是一個詩句的話 明月向我微笑 天為吹屍放雨來 這個雨啊 還有明月 明月是什麼 明月明月是神明啊 就古代人相信太陽月亮 是神人居住的處所對不對 星星也是一樣 星球啊 他對我們傳達的絕對不是一個自然現象而已 因為他們是神的宮殿 那現代人看月亮是天體啊 我們面對的是好像同一件事 其實它的內容跟意義大大的不同 那麼經典是這樣 它會記載很多我們對於事物的情感 都表達在這些文句當中 雨就是自然現象有什麼可說的 但是這個賦予他情感就是天為吹屍放雨來 是一個浪漫的浪漫的景象 所以這個經典啊 這個是在藝術的境界中 有這些表達 他就不能夠是 把它看作是忘語知道嗎 要讀大乘經還有藝術的修養是必要的 要懂一些神話學還有民俗學 就是神話不是記載那些無稽之談 就是我們要把它看作它是鮮明 跟自然界的關係流露出來是 他對大自然的驚嘆對不對 他對大自然的情感 應該是這麼看 就跟我們現代人差異很大 所以我們在讀大漢經要理解一些神話學 還有民俗學 要有點宗教情緒才可以 不然就是辟佛則淤啊 寧佛則淤 辟佛就是我們站在科學的立場 去說這神話都是無稽之談 這樣的人是淤浮的 因為他讀不到 那個那個他catch不到這個 這個精神知道嗎 他們要記載的東西的精神 要不然就是寧佛則淤啊 就是慘媚的意思 就無限的 經典說什麼就是什麼 在天上就是在天上在什麼 他完全不考慮這個文學性 這個就是應順法師的批評 這一點是歷史研究 所以呢經典描述的不是客觀的再現 不是過去這些歷史事實的再現 但也不是憑空杜撰 他是在特定的時空當中 佛教社群 就是我們佛弟子 是一個群體對不對 他對過去的敘事 就是我們共同對過去的回憶啊 就佛是這麼教的 我們這一群人 我們這個廣大的佛教社群 都有一種共同的認識 這個叫做 對過去的敘事 有一種共識 然後敘事成為事實 是透過一定的社會實踐 所產生的共同意識 就我們 我們說蜀席會得定對不對 這是經過人家實踐過後 然後被廣大的 雖然你沒有修 但是你也會承認這件事 你不會去懷疑他對不對 那至於說 我們上一節課說的 這個 如同菩薩 到這個 漢帝來就是孔子 這件事情 就沒有 沒有得到我們佛教普遍的共同認識 懂啊 就是你要證明他 你要推翻他 其實都很難 但我們基本上我們不 覺得不太可能是這樣 好這個是 這個是共同意識 好 然後應順法是說呢 大乘思想是潛流醞釀 在不斷的演繹充實中 但也流行 但也是流行中的演化 非某一人有益的爭視 一到成熟的階段 自然有人把它編輯出來 因為這是大乘起源之謎 大乘的起源 我們都不知道是誰編輯的 這麼多的經典 這是誰去編輯的呢 然後是從哪裡來的呢 經典告訴我們 這是佛說的 是從天人那邊 龍宮那裡 就被請出來 然後結集的人 是文殊菩薩 然後結集的當 這個主 是這個阿難 也是阿難這樣 這一點都 當然就我們相信經學的 就會認為他記載的就是事實 但是如果我們從這個 這個應任法師的這個史觀來看 他是只是共同意識的流落 因為 他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去醞釀 那後來才有人把它記錄出來 一定有很多小品的作文 然後慢慢多了就有人去把它編輯出來 那這個不是一兩百年 這是佛後五百年以後 才形成的傳統 就我們 各位 我們看這個中國佛教的歷史 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 像各位知道 地藏經 地藏經說是唐代是那個時差南陀翻譯 他也很多靈驗知道嗎 但是呢 我們在藏經的目錄都看不到這一部經 一直到明代他才被正式收入 在藏經裡面 但是不是真偽的問題 因為經典從來不是真偽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說帝藏經也體現出一些 我們的共同認識 比如說他講說 人在靈命中的時候 會有很多 會有人看到這個 過世的親眷 來招呼你啊 他說千萬不要跟這樣 不要受這個境界的迷惑 他說那個是鬼道的眾生 變做你的親人來 來接引你去成為他們的眷屬 所以不能夠隨順這個 但是 後面這個就是佛教的共同認識 知道嗎 認為他們是鬼道來的 不是真的親眷 再來就是 他也是經驗中的現實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老人家 他會真的會這樣 就是會看到過世的人 然後有的人就是 很快就不久就 不久就會走這樣 這個都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我們都聽過一個 那個故事叫牧連舊母 牧連舊母他是有經典 就是大幕見年看到自己的母親 墮入軌道這個經典的記載 那為什麼 中國的 中國的那個 變經 就是我們在隋唐時代 有那種巡遊聲 他們身上都帶著畫本 他就是把這些佛教故事 給編輯 就是 從經典流傳 然後會加入這個 我們比較漢地的這種 會讓這個故事發展下去 然後就變牧連到地獄裡面去救母親 就我們熟悉的那個故事 還有那個 觀音菩薩是什麼 妙善公主 三公主出家有沒有 這個都是唐代的時候的變經 就是經典有提到這個人對不對 但是就很像王昭君 他缺少一些死血肉 然後後面的人會去把它補足 而且我們會相信 這個就是觀世音菩薩的來歷 對不對 那就是共同意識流露出來的 這樣知道嗎 他體現出那個觀音的品質 那我們說 這要用神話跟民俗去理解他 不是用真偽去評判他 這是經典 所以他認為大聖經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一直在歷史當中去流行 知道嗎 我們看現在流行的是什麼 知道嗎 就是用什麼量子力學去解釋佛教 可能這個一百年五百年以後的佛教 你看他的佛經裡面就會講這個佛說量子力學 可能會這樣子 因為經典就是不斷的在流行在流變當中 但是他不是一個人有益的真實 就是到了成熟就是這個文藝復興嘛 很多作品 不斷的源流出來 然後就有人把它結集起來 好 雖然內容有 有益的推演跟補充 但必然是自覺忠實文和佛意的 那麼這一點 這個看待佛經的這個方式 就有很多人受不了 但是就是 基本上他們認為這個就等於 就說佛說都不是真的 就是經典都不是真的 那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你從中道來看 這過去是一種真實嗎 結果我們說真實是 我們說真實是客觀 這裡是真實是客觀 這裡呢 所謂的真實 它的意義就是說得好的意思 這個就是他們的差別 這個就是他們的差別 不是沒有真實 所謂的真實是說什麼 就是你說得好 結果我講的那個 我們聽那個司馬謙有沒有 他說這個李斯上刑場的時候 跟著他兒子說 你想我們以前在這個大道上騎著馬 帶著我們的狗去狩獵 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 說完兩個父子在那邊哭泣 我們說這是事實 為什麼 因為說得好 就是很完美的終結李斯的結局 李斯是怎麼起家的 他說老鼠分做倉庫的老鼠 還有廁所的老鼠 都是老鼠為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他們待的地方不一樣 倉庫的老鼠吃得又肥又大 很福泰 因為食物充足 食物充足營養好的老鼠就大膽 看到人都不太急著躲知道嗎 就是很威風這樣 就是倉庫的老鼠就這樣 廁所的老鼠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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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人 聽到一點動靜就嚇得半死 這個在廁所 所以他李斯啊 要到好的地方 要到倉庫去 所以他到秦國去 好的地方去當老鼠 這種就有一點投機的成分 所以他後面壓寶 壓寶誰呢 壓寶這個那個 那個惡事嘛 胡亥 用力的惡事 就是那個 趙高用力的惡事胡亥 跟他合作 然後 假召聖子 把這個扶書給 給刺死 那這個 就是終結的一個時代 現在都還有人在討論說 如果扶書接位的話 秦朝會不會惡事而亡呢 可能不會吧 那他就是一個關鍵的人物對不對 那最後他被這個趙高害死嘛 然後他自己感到後悔 結果我們看他 臨命終前齊言也善 這個為什麼說得好呢 就是為什麼說我們相信那是真的 因為他說得真好 懂嗎 這個 當然我們看歷史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中道的歷史 認為 所謂的真實啊 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 你是客觀的史學 對不對 或是經學也有這種傾向 你說的是事實 是不可撼動的事實 那就有一點權威的味道 是嗎 好 那各位你們覺得經典是什麼呢 從這裡 從應順法師的立場來看 那經典就是右邊那個 好 好 那所以呢 經典的集出 我們可以知道 應順法師的研究是 他的對象是帶有文學性的 這個文學性包含我們的想像 還有推演 還有推演 所以我們可以講 那是一種虛構 就是我們構造出來的 我們認為應該是這樣 絕對是這樣 那是這樣的史料 所以他們 就應順法師的立場來看 他就不是客觀主義的 儘管他這麼說 他說我有客觀研究取向 儘管這麼說 但是他的立場不是客觀性 當然經典中的敘事 就是話語構築了關於佛化的事蹟 而不是再現了真實的狀況 就我們對佛的故事是有一種敘事 前面我們講 佛到底有沒有知道聲數減少的理由 四分率說他明知故問 這個就是我們敘事的問題 我們是這樣描述 我們這樣看待佛陀的 所以他是一種敘事的話語 建構出佛佛化世的事蹟 他不是在現真實的狀況 那所謂的敘事就是他是思維的 他是我們主動去編輯的 不是陳述 不是說我站在一個天 我站在一個高處的立場去俯視 去記錄這種現實 就是我們舉一個例子是怎麼樣 我說過那個故事嘛 就是原案跟景帝的對話 因為司馬謙自己都說了 原案是叫景帝把所有人都叫開 他私底下跟景帝說的 說要殺曹措對不對 那紀錄這個事的人就好像他躲在柱子 躲在宮殿的柱子上 或是躲在那個桌子下偷聽到 那怎麼會有這種第三個人 的眼光去看這個事 這個就叫客觀的視角 上帝的視角 上帝的視角 我們認為不會有這種事 就是 任何事都是 我們說我們的記載不是這種陳述 這種陳述 陳述就是上 這個客觀 客觀的陳述 那這種客觀 就是第三人的 就是你站在旁邊的 或者我們講這第三個人就是上帝 他站在 洞悉一切的 那個角度去看所有的事 這才會有這樣客觀的事實 就好像我們說 人看到的是水 魚看到的是家 天人看到的琉璃 這個都是在自己 這種平行的立場 各說各話對不對 但是我們說有一個佛 他站在 比一切人都高 那他看到的就是最真實的 就是叫客觀的真實 但是真的有這種立場 真的有這樣的事實 這就很有問題 就是對中觀來講 對中道來講 這個就是會被否認掉 好這個是經典的敘事風格 他是 是思維的 是建構的 不是陳述的 是創造的 不是描述的 那賦予過去事件的實在性 也賦予他們文學性 就是我們說的實在 就是他說的好的意思 那這種實在 還有這種文學 就是文學就是說的好 有一個評價的這種文學的價值 這個是經典的敘事風格 那映順表示對這樣的風格 表示尊重跟接受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們應該站在 古形的盛典中去觀察他們 接受他們寶貴的成果 就是自古輾轉傳來的經典 是這樣被創造出來 但我們要去接受他們的成果 由此看來 應順法師對史的研究的立場 是符合現代 後現代歷史哲學的觀點 他們都認為我們研究的對象 就是經典 他是視地流布的 是有一種虛幻性 就是他是幻 為什麼呢 因為跟真實來對 跟那個客觀的真實 跟自信來比 他是虛的 有沒有 所以他是虛幻 沒有這種客觀的真實 這一點來說他是虛幻 不是說他是完全不重要的 也都同樣以反本質 就是無自信的哲學立場 來是作為思想的核心 所以呢 我們說 這種立場 要成立的要點就是 過去的事 是沒有本質的 就是沒有自信 這裡堅持的立場 就是歷史 過去的事 就是歷史 歷史呢 是有真實性的 是有客觀性的 如果你的預設是真的 那你就是站在這裡 如果你的立場是 歷史就是過去的事 過去發生的事 他是沒有自信 過去的事 過去的事有沒有 過去一定發生什麼嘛 但是發生了什麼 是一種敘事 這種敘事呢 這種敘事是建構的 就是思維的 不是一種被動的陳述 不是這種陳述 所以 歷史 歷史 無自信 所以我們要用中道的歷史方法 來了解歷史 歷史 是從 經典的研究 這些敘事 是我們解讀經典 那我們說經典不是聖言 不是聖言傳 而是從佛弟子 的共同 那種 意識流露出來的廟法 所以他從頭到尾都不是有那種客觀主義的傾向 這個是從他的那個 思想核心來講 盛行 現在我們講 這種立場就跟 我們說從西方 也有一個 叫做 好 後現代主義的 歷史觀 他就把 他的歷史觀叫思學的歷史 為什麼呢 因為歷史不是科學 他比較像文學 如果我們用這樣來分裂 他不是一種科學 他傾向於像一種文學 但他不是小說 知道嗎 歷史跟小說我們還是可以分開的 小說不一定是過去發生的事 但是歷史必須是過去發生的事 但是過去發生了什麼呢 是經過我們的敘事描述出來的 這樣理解嗎 所以 十九世紀 因為有這種實政主義 科學的歷史觀 把客觀性 科學性 真實性 實政性的標準 奉為歸孽 歷史學家就 請畢生之經歷 他們要發掘出這種客觀真實 去再現過去的真實就對了 他們認為歷史學的目的應該在這 但是西方在語言轉向以後 意義的本質受到嚴峻的挑戰 認為語言活動與實際世界的指稱關係 並不存在 這是一種反本質主義的思維 然後使得史學所追求的真實性跟客觀性 受到嚴峻的挑戰 史學西方的史學家 越來越注意到這種歷史敘事的文學性質 就是我們看 什麼叫語言的轉向 就是 就是我們在研究哲學 我們運用哲學 我們運用哲學 就是說我們這麼推論 或是我們這樣描述 我們所用的工具就是語言 所以我們要認清楚語言 它到底是什麼 我們把這個工具給弄清楚 那我們才能夠 就好像我們有一把好的工具 那我們要研究哲學 對不對 才能夠 我們說才能夠有 有一個標準 有一個 因為所有的東西到最後 我們運用思考的工具就是語言 概念要表達概念不就語言 那 過去認為啦 語言它能夠體現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跟語言有一種關聯 這種關聯我們可以講 叫指稱 這個我們從中論裡面可能會 很了解這個意思 我們用佛教來講這個就是法 那這個叫明嘛 這個法呢 或者是叫是 明 我們常就是說這個是心嘛 都用這個來表達 對不對 就我們的心呢 跟這個這個外世界的這些事 是不是能夠對應啊 比如說我認識到的色吧 我是用我的事 去認識到外界的色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們應該是對應了嘛 你認識一定有一個對象啊 對不對 這個能一定是真實的對到真實的說 對不對 對不對 一樣啊 我們說語言啊 我們說有桌子有椅子 應該有一個真實的對象 是被指定的對不對 我們可以對應到真實的對象 那有的不能對應到真實的對象 我們會說那是假法 對不對 那西方這個後現代主義 他認為這個關係是不存在的 語言並不對應這個世界 這個就跟中關非常的像 對不對 那西方 對語言的認識 就改寫了哲學 因為我們研究哲學需要一個工具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澄清語言是什麼 當語言不再對應這個世界 他並沒有指稱啊 那語言是什麼 這是另外一個課題 那重要的是他 他不能夠是這個世界的對應 比如說我說這個是牛 我指的一個牛 我到底指到什麼東西 因為牛是個概念 那語言是不是對應外在 就是我們從語言的轉向 就不認為語言不再是對應外在的 不是對應的世界 那這個轉向 就有一種反本質主義的精神 反本質的核心 因為我們認為世界有一個本質 那我們說用概念 概念就是語言的工具 去對應到這種本質 這種對應是沒有的 所以他們 這個後現代主義就有個精神 是反本質主義 世界沒有語言所全顯的那種本質 就是這個意思 那歷史跟世界一樣 如果我們說 世界沒有本質 那歷史也沒有本質 有同樣的這個 立場 歷史 是記載過去的事實 那我們說 這個語言 就是我們的工具 我們的工具就是歷史對不對 然後是不是對應過去的事實呢 過去的事實 有一個過去事實的本質 這個語言的轉向就讓我們知道 歷史不是對應的這種本質 好這個是二十世紀的事情 所以有一個評論家 歷史評論家叫海登懷特 他是1928年到2018才過世的 叫歷史思學的理論 以形式主義的方法 把歷史歸結到一種歷史的修辭 就是他是一種歷史的敘事 什麼叫歷史學呢 就是歷史的敘事 他叫做歷史的修辭 就是論證的虛構在歷史中建構的作用 就是我們虛構的是什麼呢 比如說因果關係 歷史都是有頭有尾 有一種敘事的結構在裡面 這個結構不是體現在這個自然 不是是我們對歷史的一種描述 我們需要這些東西 比如說因果關係 比如說我們要描述秦朝 為什麼二世而亡呢 就我們會給他一個因果 說他是這樣那樣 這些是存在歷史嗎 不是是我們敘事給他的一種構造 所以這是叫做虛構 表示他不是自然的東西 因而解構了實政主義的歷史觀 這種私性跟虛構不是否定歷史的真實性 而只是關注的焦點從事實的真相轉向對事實的產世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分別還記得嗎 客觀的歷史追求的是事實 但是思學的歷史追求是說得好 那說得好表示我們產世的好 所以歷史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產世 知道嗎 那歷史學家必然要產世歷史紀錄 給予他們的那些材料 才能夠提供類似於解釋的東西 就是我們對歷史的頭跟尾 他的因果關係 那是經過我們產世的 就是所謂的敘事 不管他發生在過去或是現在 都有這種產世的過程 那這種產世是根據一些材料 就是我看見 像最簡單就是我看到我聽到 我聽到別人這麼跟我講這個材料 然後我們根據這些材料才能給予一些解釋 這些敘事一定有個故事性 故事一定有因果關係 這些都有解釋的成分在裡面 我們看一個現在西方的學者 就提一件事情 叫馬克瑞有沒有 他是研究中國禪宗的 那他研究禪宗有十個十條法則 就是他研究的成果 那麼第一條他就講 他說禪宗的故事都是假的 然後假的就越假就越重要 這個假一點都不是貶義 他體現了什麼 我們敘事的一種風格 知道嗎 你要說一切空 就不應該怕這個虛跟假這個詞 因為這個虛跟假就代表 他的性質是性空的 這樣理解嗎 但是假的東西就體現了他的重要性 因為他傳達了一些 超越語言的性質 就我們講一個故事 就那個相言極足有聽過嗎 這個是在那個 這是哪一個禪師啊 不管 我忘記他的老師 那個老師很有名叫 是不是去吃茶去那個禪師 不重要 相言禪師去拜見嘛 去行腳 然後去拜見明師對不對 然後問他這個佛祖希來裔嘛 然後他都不懂 不懂這個佛法的真實 然後於是這個禪師呢 就是說你到下院去住啊 就是他們佛事很大 然後有一個被荒廢的聲色 他就叫他去那邊參禪 他相言法師就到那個下院去 因為很久沒人住 他打掃一番 於是乎他拿著這個掃把在掃的時候 這個地上的飛石啊 飛起來被他的掃帚波動飛起來 那麼打到這個竹子啊 他這個時候突然就開悟了 於是他就向著上院這個禪師住的地方 就深深的鼎禮 這個故事傳達的不是事實知道嗎 那如果你用事實去看喔 哇那你就說我們只要掃地就能開悟嘛 這個根本不是重點 不是 而是 而是這個 這個是主要是要產世禪中的精神 所以說他假不是 意思就是 沒有這種本質性的事實啊 不是這種本質 重要是他產世的那個內涵 理解嗎 他產世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聲音是剎那的 就是無常嘛 那麼前繼已滅後繼未生 那是什麼呢 就本來515嘛 傳達就是這個才 所以我們說這個故事 我們說是禪中很重要的故事 是公案嘛 因為他說得好 絕對不是說他是事實 知道嗎 所以這個故事 我們說經典也有同樣的本質 理解嗎 這個才是看待經典正確的態度 好這個 好這個 等一下 你在講是不是 香檐幾什麼 幾竹啊 竹子 就是這個石頭敲到竹子 不是有一個聲音嗎 這個石頭他開悟了 理解嗎 那我們說這是誰看到啊 不是誰看到的好嗎 這個歷史紀錄不用意不在這 知道嗎 但是 你一直把他朝向歷史來看 那他就會變虛無主義 因為他經不起推敲嘛 因為紀錄這個事啊 紀錄這個故事 你是要有一個上帝視角 知道嗎 你是一個上帝 你看到他打掃的時候開悟 那你怎麼知道的 所以他不是 你如果要從這邊 來找他的本質 那你就會落入虛無 因為 這是找不到的喔 你找不到那個上帝啊 是誰在紀錄這件事 但是他真的有把掃啊 對 不是 那件事啊 有事實啊 說他是事實是他說的好 是沒有錯啦 但是這種事實是經過產事的 重要的不是有沒有這個事 客觀實證的事 不是這個事情 是這個事情闡釋的好不好 有沒有達到那個 經典是這樣的本質 這樣理解嗎 就如果我們 這個如果你把它看在左邊這個 就是我們受科學影響太深了 你知道嗎 沒有辦法欣賞我們 我們 我們這些故事的內容 是是是 對對對 要會看經典就是這樣 知道嗎 好我們今天上到這裡 我們合掌迴向 願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得以眾生皆共成佛道